我本身小時候雖然有同學和我玩的 但也很想有哥哥姐姐、弟弟妹 當然現在我媽媽八十多歲都不可能再生 但自己經常都覺得有個弟弟有個妹妹很開心 看到他們兩兄妹亦有一個感覺 其實手足之情很重要 我讀小學時,其實我的整個款式都是大雄 也是冬菇頭、戴眼鏡、瘦瘦削削 穿下褲、短褲 當時覺得自己很像,就是看哆啦A夢 後來也覺得有時很想有個叮噹的機械人 幫我自己 因為當時大雄居經常都測驗合格 我不是,意思是他經常有很多東西闖禍 叮噹幫他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讀書時 有個同學很像伴父 也是經常欺負我的 不過現在已經和我做好朋友了 我想也算是中毒了 因為你收到一項禮物很開心 其實當時我記得是爸爸買給我的 應該是小時候叮噹的一些玩具 開始慢慢吵 其實自己後來也有購買 然後有些歌迷 等得一直不斷送給我 我試過,因為早前的瘡漏漏水 有三箱的工具都溶掉了 即是濕了 所以原本不止那麼少 但真的有些沒辦法 我心痛的,但沒有辦法 但擺瘡現在我做了 之前用紙箱,現在我用膠箱 膠箱起碼不會滲水 其實你看到有叮噹 有她的妹妹,丁玲 即是現在的多拉美 其實她是一個可以拆出來的 有手手腳腳的 其實這個寓意,我記得這個公仔 我喜歡她,又覺得她的特別 就是可以變身,拆出來 有手腳,其實可以寓意 就是她們兩兄妹來的 手足之情 這個問題就是我自己了 其實我家是讀生寺,很多人都知道 我本身小時候,雖然有同學和我玩 但也很想有哥哥姐姐、弟弟妹 當然,現在我媽媽八十多歲 都不可能再生 但自己經常都覺得 有個弟弟有個妹妹很開心 看到她們兩兄妹,亦真的有一個感覺 就覺得其實手足之情很重要 我和她才一直混亂 大家其實從我入公司開始到現在 我們的合作無間 她真的當我弟弟一樣,我和她姐姐 那感覺就是我們是不會有任何的 你會猜渡我,我會猜渡你 甚至可能是要爭牌位 爭一些名次,爭等等 沒有的,我們好,什麼都會禮陽 你先吧,弟弟你先吧,姐姐你先 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就是 那個手足,兄弟之情 其實有個事很對的 很多人說兄弟同心 但是我們覺得是子弟同心 其理短金 什麼都一樣的 合作是一個團隊 不論是男女也好,男男女也好 總之一定要團結在這裏 你才可以做成一件事 要成功才要團結 她是大雄加叮噹 為什麼會這麼有趣呢? 其實這隻公仔就是我經理人送給我的 Mimi送給我的 她其實有一個寓意的 她覺得其實我和她的合作 其實就是好像大雄叮噹 其實她們可以說是連成一體的 很多東西是一致 很多東西是很想的,很相同 當然有時候她都會做我的大雄 叮噹幫她補和 有時候可能我是一個藝人歌手 有時候我也可能有些事情想不到 我的經理人會幫我去想通 這個就蠻特別的 她是一手一腳handmade 慢慢找的不同的裡面的元素 放進去 就是我的歌迷送給我的 其實她的寓意 她知我那時剛剛我入了公司 第一年我公司幫我開她生涯會 她就特意做了這個水晶球 她是她託她的姐姐幫她整個做出來的 做完其實她的寓意 她知我在這麼多年在這一行裏 其實我夢想就是希望能夠出個人大碟 有演唱會 做電台節目 她知她其實她知我 因為我剛才都是由我入行 開始試試過跟著我 我知道我的一路的歷程 她就希望我好像水晶球一樣 願望成真 其他願望已經達成了 亦是很重要的願望 就是因為我都希望我自己的個人歌曲 全新的歌曲 亦都能夠有一位 很有份量的填詞人幫我出生去寫詞 就是潘惠元老師 他幫我 這個願望亦都是我 這麼多年都很想有一位 有份量的填詞人幫我寫詞 潘老師亦都很欣賞 因為我很喜歡聽她的歌 因為她寫詞 所以亦都是願望達成了 其實剛才提到 她說有一個新歌 全新作品 是我人生裏面第一首個人單曲 對 那你和我唱片公司 這首歌的歌名很特別 潘老師我都覺得她想這個歌名 我自然第一個聽的時候 我覺得 蛤? 我這樣反應 她說 對了 對了 貼地 貼這個時代 那個歌名叫做 神挑合女 她有個寓詞 就是剛才跟我所說差不多 人與人之間 相知、相遇、相識、相交 其實不是容易 很多事情要珍惜 而且要感恩 你知道很多事情是緣份的安排 你不是說 每個人的相遇 其實真的很多事情是天時地人和 你不知道的 希望要珍惜 說來說來都是珍惜兩個字 感恩 是的